谈点射雕三部曲前六十高手第四名 九阳神功张乌记 实力出场人物中天花板级别 一天屠龙记中男主角 射雕三部曲中武功的极大成者 到全书结尾前 张乌记大概只有23岁左右 如果加入人物后期成长值 应该是三部曲中出场人物当中内功最强之人 即九阳神功 乾坤大挪移 太极拳剑和圣火令神功 四大盖世武功于一身 甚至未来还有可能掌握红七宫 跟黄耀师的部分绝学 张乌记十五岁开始修炼九阳神功 二十岁走出浪浪山 在光明顶之战前 借助乾坤一七代 将周深数十处玄关一一冲破 达到了斗九僧都没有达到的内功成就 在学成乾坤大挪以后 二十一岁时就几乎无敌于天下 张乌记的人物成长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分别是光明顶之战阶段 武当太极拳剑阶段 圣火令神功阶段 金刚扶摸圈阶段 以及未来成长阶段 光明顶之战 张乌记把九阳神功和乾坤大挪移 修炼至满极 初出茅庐就立错六大门派 几乎所有的高手 其中包括了空通无老 少林空姓 华三派先于通 高老者矮老者 昆仑派何太冲 班淑贤 额眉派灭绝师太等等 因为是神功出城后的第一次出手 所以导致张乌记虽然内功高升 但赢得不算那么漂亮 此时张乌记的整体战力 最多就是比玄冥二老之一强一些 大概三度当中 渡劫与渡难左右 这份成续单之所以不太好看 归根结底还是张乌记此先 并没有什么实战经验 因此此战仅仅是张乌记的 打怪升级阶段 另外呢 还有一点就是 此时的张乌记 没有学过适当的武技 不过凭借微笑等的指点 献绝献卖 就能击败手持一天剑的灭绝师太 说明张乌记在实战中的悟性 还是非常不错的 张乌记武功成长的第二个阶段 是太极权剑阶段 张三丰在遇见他的第一反应就是 身品所欲人物 知本师 学院大师 大侠郭靖 神雕侠阳过等 聊聊数人才有这段修为 武当山一战 张乌记再次凭借出色的武学理解能力 先后击败了赵敏徽下三名高手 更可愧的是 此后他还得到了张三丰的武学知识输送 在不久的万蓝死之战中 几乌的不到30招就击败了前面二老联手 可以说是进步非常显著了 此时的张乌记终于化解成蝶 已经是稳稳的当时前二高手 猜测其实力有神雕中 16年前金轮的水平 也是从此之后 几乌将张乌记的对手 开始由两个变成了三个 张乌记武功全掌的第三个阶段 是圣火令神功阶段 张乌记出战波斯风云三十时 在对方正法不思正法 套路不思套路的攻击下 不久就受了七八受伤 后来张乌记在小抄的翻译下 学会了圣火令上记载的武学 从此武功再次有了较大进步 击败波斯武功第一的长胜宝术王 进入了30招 原文说张乌记对招式的理解 有了非常大的进步 再也不怕前招怪招 这个时候的张乌记猜测有神雕中 老四角的水平 张乌记经常被说是实战拉垮 这其实是对张乌记非常大的误解 其一生与人交手无数 在金融笔下的所有主角中 以圆陈志和张乌记的正面 与人实战最多 所以张乌记的实战就不可能弱 只不过张乌记心地善良 出手必流行 因此有点欲强则强 欲弱则弱的意味 但这与实战强弱无关 张乌记精彩的实战也有很多了 比如所有的一对一的比试中 几乎没有输过 有20多招就支出武当四角联手的记录 这个成绩估计就算到张三锋清零也未必做得到 也正是因为张乌记的实战太多 才会有几场赢得不那么漂亮 而被人诟病 毕竟实战的次数越多 拉垮成绩一直会越多 另外很多人还忽略了张乌记之前 没有任何的实战经验 张乌记武功群长的第四个阶段 是三闯金刚浮摩圈阶段 张乌记的对手正是从三个人联手 生计成三个人联手 外加无敌的阵法 张乌记虽然在第一次交手中 被三度全城压制 但其实力也得到了三度的认可 比如杜沃就称他 如张教主这等身手之人 只怕局势再没第二位 张乌记三闯金刚浮摩圈时 实际上已经掌握了一定的场面优势 尤其是击断了三度背后的大树 十三度往后只能独自承受张乌记的攻击 如果继续打下去 张乌记打破金刚浮摩圈 几乎是板上钉钉 自此之后 张乌记的武功已经是浑然一体 运用越发自如 应该是达到了五十多岁郭靖的水平 张乌记武功成长的第五个阶段 是未来成长阶段 一天大结局时 张乌记手握三部曲中 多本各类绝点秘籍 比如九阳神功 乾坤大挪移 圣火炼武功 太极拳剑 桃花岛部分绝学 红七公部分绝学 全本九阴真经等等 此时张乌记仅有23岁左右 纵观张乌记近三年中 他的战力一直在以夸张的方式上升 仿佛没有什么上限 比如从不敌三度的金刚浮摩圈 到最后能够勉强打破 前后只用了几天时间 三部曲三主角 以三本书结尾实力来看 应该是首持玄铁剑的杨过最强 张乌记稍后过去最后 如果加入后期成长值的话 张乌记因为年龄优势 以及掌握了诸多密集 后期的想要空间更大一些 其次则是杨过 也就是说 金刚的三部曲的主角 是一代更比一代强 关于张乌记的定位问题 曾有人问过金刚先生 你认为在你的小说中 每一位主角的武功最高 对此金刚的回答是 很大可能是张乌记 而后补充到张乌记 即各家所长更加全面